所谓来世而奋斗的修行者们 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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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ttered his wings and there flew high He awoke from slumber and began to question why He was no longer sure if he was a man or a butterfly How can I be sure I'm not just dreaming? How can I be sure in a world that's ever-changing? Like bubbles and lightning, the world is an illusion Each fleeting moment is magic Deceiving our human vision Everything's phenomenal, nothings are not one They seem, they ungrow all this earthly life is like a dream Yet amidst misillusion, no matter the truth supreme The enlightened mind can comprehend the unseen So why attach oneself to the unseen So why attach oneself to the material? When this is not to stay forever and unreal? Why give importance to the body that grows old And dies when we can lead to the unseen And dies when we can lead to the unseen To the unseen wisdom of Buddha's unseen Of Buddha's unseen Of Buddha's advance We can lead to the unseen wisdom of Buddha's advice We can lead to the unseen wisdom of Buddha's advic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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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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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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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护持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护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账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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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智慧故事 谭义法师与采薇少女 晋朝时期有位谭义法师 他是浙江渔航人 早年跟随庐山慧远大师出家 后来师成纠魔罗石大师 求学一段时间后 他又回到慧基 节路而居 虔诚敬送法华经 达十二年之久 屋里有人吗 阿弥陀佛 师父 我入山采药 不小心耽搁了时间 现在天色已晚 若再赶路 怕会遇到豺狼虎豹之类 因此想在您这里介入一晚 这 如此深山野地 哪来这位看似富家千金的少女 莫非是特来诱惑的贼人 或魔障 你师主在此过夜恐有不便 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 您尽早下山 或许还能赶在天黑以前平安返家 师主为何哭泣 我只是个弱女子 今天已经在外奔波半日 现在要我拼命赶路 贪恨很容易 可是 出家人不都是有慈悲心的吗 您为什么要让一个弱女子 遭受被虎狼所示的险恶呢 师父 您不要赶我走 我好害怕 好吧 您就在此赞助一夜 这一夜 谢谢师父 师父 您喝杯水吧 多谢师主 我还不渴 走了一天的路 好累啊 我要休息了 师主请自便 师主再次好好休息 我去外边打坐 师父 您进来避避雨吧 不用 外面很好 您领雨昭良会生病的 多谢师主关心 我经常在雨中秋行 不碍事 师主 出了什么事 师父 我的肚子好疼啊 求您进来 帮我按摩按摩 这 这怎么可以 师父 我快要疼死了 求您救救我 救救我 不行 深夜里 光是一般男女 都不适合独处 更何况我是 手持戒律的初家人 而且按摩肚子 更是肢体上的接触 这万万不可 师父 您真的忍心看着我 疼痛死去而不礼吗 救人一命 身遭气急浮屠 就因为我是女人 您就见死不救吗 是啊 她现在是病人 要是因为男女有别 而见死不救 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师父 救命 救命 就算是救命 也不能与他有肌肤之亲 阿弥陀佛 昨晚 昨晚多谢师父相救 举手之劳 施主不必接欢 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愿意留在这里 终生伺候师父 这万万不可 我是一个初家人 怎么能让施主来伺候 师父 你嫌弃我 当然不是 那就好 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 如果女施主 执意要住在这里 我只好离开了 师父 您转过身来 您是 我是普贤菩萨 这次前来是为了试探你的修行 阿弥陀佛 这件事情传开以后 大家都对谭义法师的羞耻相当敬佩 皇帝也为他修建了一座寺院 以此纪念普贤大师的视线 和谭义法师的德行 我认为了试探你的修行 我认为了试探你的修行